好最近天气这么冷 民众外出总是穿上大衣围上围巾 对不对 还有更多人会买暖暖包 随时来带着走保暖 不过这一道室内可就不这么冷了 就随手丢或是塞在外套里头 很可惜 没有用完呢 算一算24小时就得丢一包 不过告诉您 现在有网友发现 暖暖包发热的成分呢 跟空气的还原反应 因此呢 则找出可以延长暖暖包寿命的方法 不过这招有效吗 邓明磊 请这个家事达人告诉您 天气好冷 民众外出后衣围巾 包得跟粽子一样 还是觉得不够暖 这个时候保暖小物 它肯定是首选 就是暖暖包催磋柔柔 不到五分钟 温度立刻飙迫40度 只是一道室内比较温暖 暖暖包立刻被丢到一旁 24小时过去了 暖暖包就得进垃圾桶 有网友找到省钱秘技 一个夹电袋 暖暖包可以延长寿命 用夹电袋密封暖暖包 两天之后打开来 它还能够发热吗 用夹电袋密封暖暖包 趁着还在时效内 放进夹电袋组的空气 没想到两天后拿出来 摇一摇不到五分钟 温度又上升到35度 因为我们在用暖暖包 大家都知道 都要祸一祸搓一搓 那如果不用的话 我们就静置 它就不会祸 然后它们的作用就会停止 那等你要用的时候 再拿出来搓一搓 它又开始作用 所以如果你静置的话 就可以延长使用的时间 暖暖包会发热 主要是里头铁粉碳粉 至时碰到空气以及水 发生了还原反应 产生热能 所以24小时之内 把它装入夹电袋 挤出空气 阻隔了化学反应 下回再拿出来 又可以让暖暖包继续发热 平均可以多用一到两天 而用完了暖暖包 也别直接丢掉 这样不环保 因为它可以帮助鞋子 防潮塑形 原来更环保的 还有暖暖包DIY 像我们平常家里 有这个布手套 我们就直接把红豆装进来 然后用微波炉微波一下 那等到你闻到 红豆的香味的时候 就差不多完成了 温度以下飙迫55度 民众使用要特别小心 家事导人说 用过五六次 如果红豆还维持不错 没有操回答 洗一洗还可以煮红豆汤 不止温暖身体 还能温暖你的胃 又不浪费 这句红尘手讲的 没有东西